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egression Linier 進來對不對 我們說quart在這裡 有沒有 我說請請說這個 produce all partial part 記得嗎 什麼意思 就是要他們排除掉跟其他paper的關係之後 淨相關的文化 對不對 就是我要知道說 那這一塊 這塊A X1跟Y 不知道他們現在有辦法 他們的關聯性是不是能存在 讓我知道說這個produce是不是這樣 要問問裡面說 還記得嗎 那我們來說 我們現在可以做過一個東西叫做 predictive value 跟decedure value 兩種的關聯性 再說一次 字力是標準化 標準化的被預測量 我們標準化不能被預測量 可不可以清楚 可不可以清楚 第1個組叫做 standardized critical value vs. standardized vestibial 就是可以預測 不可以可以預測 可以嗎 可以被解釋的量 不可以被解釋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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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嗎 還好吧 大家 第1個組 我想要看 做2個東西 要有關聯性嗎 不行 對不對 我要確定我的媽媽說 沒有犯罪的問題的時候 你如果畫到迴規線 應用了一條線 它基本上要講這一個 平的 平的 你那邊有什麼意思 x 從 y 被關聯 不能被預測量 基本上應該是隨機的 5-6 如果我可以被射量 跟我不能被射量 成正理或是成班 那表示我的回規 它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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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情侶屬問題 是它的同學生屬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對著 知道這個要怎麼搞 那你先確定一下 projected value跟 received value 所以這兩邊的事情不需求沒有關係 所以這兩邊的事情不需求沒有關係 在這個圖案 但是接下來的7個圖呢 你會有7個 為什麼你會有7個 因為你這個Model就會有7個 7個 因為它就會針對 這7個合一個 每個人自己獨特的解釋量 它可是它會有關係 排除掉它跟任何人的相關 你覺得它不特別檢視GPA 這關係是什麼 等一下 照理一下 A 一點點 一點點不相關 就是你的名次越高 大學表現會比較差 那會比較好 那那個副校官應該是看來是沒想去 然後底下這邊 欸 等一下 這個應該有正常的 就是你的優學考試 考得越好 大學之後表現越好 對不對 那他們這邊就是 Cursionary跟GPA 人關聯繫 的話 他把他水放水 我們已經放水 沒有辦法 再講 A 外向性沒有關係 一個人怪不外向 跟他成績表現沒有關係 那 Imbraveness 這個人親不親善 親不親善 不友善 也沒有關係 然後 然後 現在就是 近哲性 看起來是正相關 因為近哲 因為負責任的人 他的表現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那 Nurunk season 就是神經值 悅靈感激聚的概念 欸 好像有了一些相關性 不過這個相關性 如果這個相關性 你不可能沒有想住 然後最後就是 Open it 開放性 不相關 所以 後面這個圖 這幾個圖 就是每一個Predict 都要排除掉 跟 其他人的關係之外 他自己獨特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跟你的Y之間的關係 OK嗎 所以他其實類似 你看到這邊 你的Predict the position B位 協力 或是像β 你把這支不高等化之後 他的行為是多少 的概念 有點像 你這樣 看這個圖啊 我們有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我們現在要解說 那是不是我們的Predict 跟你的Outcome之間 那叫做同質 可以嗎 他跟同質的是什麼意思 這兩個同質 這兩個同質 我覺得他是同質 總中有質 變得出要同質 變得要同質 對不對 等於 他文化這個回歸線之後 他上下中上有力 要平均 這個要同質 這個要同質 那剛剛上下分散一點 某區塊是很集中 某個區塊是很散的時候 這個時候 他的變異處都不是同質 可以嗎 所以我們主要是想要知道說 ㄟ 這個差異 然後如果是這個情況 你喜不喜愛 那個這個情況 回归 然后你看出来你的分布的状态 开不开心 开心 因为你就可以跑OLS 对不对 就是一般跑Lineering 但是当你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不要小心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跑OLS 你要换那个时候 打Lineeringering 对不对 加权回归 可以吗 这边的话就要跑加权 然后这边就要 就可以把我现在跑的多回归方式 那怎么看呢 就是你现在就别上去 这个呢 是Predictive Daily Versus Number 可以吗 如果这个图看起来 可能这个形状 就是它分在 它分在两个角落 它应该是 那种化碳 那是回归一线 这个图看起来 跟 只是一种 基本上 这个图要怎么就好 是吧 正常 真的 那是不是我们的图找 是不是 这种图 或者是它可能用 不是 不会 其实是它可能用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第一个我们去看那个图看的就是 哎 你会很 很赞 然后接下来我就给他自己去下轴 每一個perdicture跟它歪 滑下去了 我總會排到上面群組一下 它總會在這個位置 撞回去一下 就在這裏 接下來你可以看每一個perdicture 這個我會想看 圓圈它本來就不好 它的rent就不是一個圓圈的影像 就要看裡面的圈 你可以看其他病像 是不是它的回歸線 然後這個 有很多分散 它像yendo狀的分散 yendo 三角形有提醒的 提醒的 有種提醒的 看起來 有沒有特別像 輕易型的分散 你為什麼要我會選 我會選 這個可能比較像提醒的分散 比較起來 你也可能全部都不講 你可能覺得OK 那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這個 我找一個回去 還比較像提醒的 是因為我們要講下的意思 就是 那我要總是做考驗 這個考驗告訴我說 誒 那你到底什麼 這還是別的東西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你看 譜 但 要過去 以下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是 假設你覺得它 可能有 提到自己 提到自己 就是一直性的問題的時候 那我就會從 底下的predict裡面找 那 可能是哪一個predict 到什麼的問題呢 那 我這邊 就先講 我覺得它 可能比較像到什麼問題 假設它 是 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 就要利用這個變相 來幫助我們做 是不是同時性的 那這個就是Post 這個 那我們在畫 就像我一段 講 它在做什麼呢 這個好像是 倒梯型吧 倒梯型吧 那這個 會不會 那這個 就要